小花刚刚从前方得到消息 2023款的奥迪Q3已经正式敲定 新车将会在今年的五一前后正式上市 此次调整 新车从外观到内饰都做了改变 不仅采用了两种隔山布局 动力方面也正式启用了1.5T引擎 新车预计在今年的五月份前后正式上市 从外观上看 新车最大的调整就是 首次启用了两套进气隔山 但无论是哪种设计 比起现款的Q3来讲竞争力爆棚 而且从细节上看 传统的六边形的中网尺寸更大 隔山内部的组成采用了两种不同的造型 一种是Y字密集修饰 而另一种是梳妆短线修饰 跟其他双前脸设计定位类似 一个优雅大气一个运动时尚 再看大灯 造型上看要更加短促 但会带来更高的立体感 并且大灯内部也变得更加复杂 新车的前包围采用了一种T字形的布局 两侧再配双色结构 使得新车前脸的层次感 也得到了展现 新车的尺寸不会有太多的改变 依旧定位于紧凑型的SUV 长度依旧为4495毫米 其实我们从上图中就能清楚地看到 新车给我们带来的改变 以往比较锋利的腰线已经成为了历史 取而代之的是 图中的这种比较浅线的腰线 虽不能带来更好的层次感 但还是能展现出新车的整体性 这样气场就能得到延伸 到了车尾 整个尾灯与前大灯正好形成呼应 双边的排气依旧战斗气息爆表 比起外观 内饰上还是沿用了现款的布局 唯一不同的就是内部的配色 以及方向盘的改变 根据配置不同 方向盘也采用了两种结构形式 分别是图中的这种下方扁平的布局 以及常规的圆形设计 中间依旧是内嵌式的多媒体屏 另外新车增加了分围灯 中控台以及档杆的位置也都加入了红色的缝线处理 营造出的运动感还是相当不错的 因为新车的尺寸没变 所以内部空间也不会有太多改变 动力系统 全新一代Q3依旧采用两套动力系统 分别是入门版的1.5T 以及旗舰版的2.0T 没错就是大众全新上线的1.5T的EVO引擎 这套引擎能在保证动力的同时 油耗也进一步的降低 据悉这款车的上市时间在今年的5月份左右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栏目